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观细节还是蛮丰富的 大体分为上下两部分 鼓部分和上面的直弹匣部分 直弹匣有几个不同长度的版本 以适应不同发射器的需求 鼓部分就是一种规格 下边还有防止意外摔碎的减轻垫 结构设计作者参考了一些针铁的思路 也用波弹齿轮把空间分成了几个仓 这对软带更加的有意义 防止海绵被挤压变形 此外因为有直弹匣部分的存在 内部设有三段式的弹簧顶弹结构 它们被放置在最外端 可以在装填的过程中分皮卷进去 复位的时候就能保证完全清空弹库不存弹 装填的时候还需要用到这个钥匙 能插入到背后旋转活动内部的转轮 装载方式稍微麻烦点 要完全根据这个流程来进行 每一个小图标就是一个步骤 我们依次来下 首先第一个代表了这个钥匙 能看出两个耳朵 按照方向摆好插进去 就可以转了 第二步的星号在钥匙侧面 旋转钥匙 把星号和这个红色的杆对齐 如果转多了也没关系 按钥匙的按钮就可以倒转回来 再对齐 第三步装进去十个弹 这个数量会根据齿弹匙部分的长短略有不同 然后这个图标的意思是转动钥匙 同时听见两声卡位声音 再装入两个弹 紧接着是个箭头符号 按说明书需要用到额外的工具 可以用螺丝刀等等 我就用一个六角扳手了 很容易就插进去 作用是卡住子弹匙内的软弹 接下来转动三下后 打开舱门 装三个 再转动两下 装三个 这个步骤要重复11次 相当于这步塞进去的33个打 最后三个装好就不要转了 扣上盖子 好下一个图标是个锁头 在这里 放大看一下操作 需要往外拨动这个螺丝 灰白色的零件 同时稍微转动钥匙 完全按下去卡住了转轮就好了 然后拔掉扳手 还能放进去三个蛋 有点挤我就放两个好了 拔掉钥匙 装填完毕了 使用之前不要忘记解开安全锁 现在就可以挥洒了 我觉得51有点太挤了 这里就装了50发 那假如说是上面这些流程 记不住它这 别怕 整个过程都在子弹匙上刻着 忘记了看一眼就好 我练了几次 装填时间两分半还可以 如果手上没有50发蛋 就想随便装个二十三十的也是一样 可以随时中止装填 关门 拔出钥匙和扳手就OK了 也没有必要用到这个锁了 这个锁除了能锁定弹骨来到安全模式 要是不强求完全填满 是没有必要用它的 少装最后三个也差别不大 需要注意的点是 随时中止装填的前提是 最后一个小仓要尽量填满 否则子弹可能会歪会立起来 就会卡旋转或卡门 能装三就要装三 其他就没啥需要注意的 这次EASY提供了灵活的收卖方式 钥匙能单独购买 弹骨可以只买内构食物和五金 外壳买STL文件来自己打印 如果要是都买食物的话 到手就是这么些东西 子弹匣部分 用绑带捆好的最长推弹结构 弹骨的外壳 用铁丝捆着的中心卷黄 这个是带logo的装饰盖子 防摔的软质简单垫 上单钥匙到手就是装好的 内部拨弹的轮骨 也是预组装到这个程度 两个短的推弹杆 和一堆小杂酱 最后是一小包螺丝 安装方式官网有特别详细的说明书 照着来就完了 组装时间估计半小时左右 现在试试表现 我就用布雷兹了 这对于手动肯定是啥问题都没有 关键是快速的电动发射器它能否够应顺畅 那我就先磨合几天 下期找个电动来试试 今天感谢大家观看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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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